所以首先的话,当然我们就先把这些步骤先做出来 总共有BDE 这个BDE基本上是从编号来的 当然我们会需要编号里面的哪些字 再用V的函数去查询 所以其实基本上这个要两阶段 第一个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单位部分 单位部分的话就是108 所以基本上其实分两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把字切出来 因为它字在中间 所以如果在这个字也不是在头也不是在尾的话 那基本上的话我们可以用文字函数 里面的那个MID,MID函数 OK,MID MID函数里面的话 那编号里面我要第几个字呢 108刚好在第三个字 那里面几个字呢?有三个字 OK,所以呢我们就取得M108 各位可以看右手边这边 我还蛮建议各位平常习惯还是稍微瞄一下 那108呢,它并不是一个数字 而是一个文字 所以将来假如说你要把它当 数字看待的话 那记得一定要再用Value转 转型 如果没有转的话 那当然结果一定是错误的 尤其是,如果你这边是文字 你用Value函数去查询的时候 假如那个查询的对照表是数字 那记得你这边一定要转 如果没转一定会发生错误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好,第一阶段是取得108 第二阶段的话再把这个公式减下来 OK,减下来之后的话呢 插入那个我们的就是 减试与参照的这个函数 减试与参照的话呢 旧版的叫减试与参照 不过现在新的版本 好像从2016以后的版本 好像要查阅啦 不过我是觉得意思都一样啦 其实理论就是查询嘛 其实说查资料的意思 查询资料,查阅 OK 那 诶,我忘记 好,那刚刚的话第一阶段 就用MID 先把资料切 切108就对 用MID函数 那第二阶段的话就是把 我的习惯是把这个公式再减下来 不包含等号 那为什么呢? 因为可以把108 放到那个VILLE函数去查询 查询函数 最后一个 最 倒数第三个 就是VILLE函数 所以一般习惯就是查阅与参照 最向下拉 但如果你是旧版的话 应该是叫-4与参照 然后向下拉的话呢 就会找到VILLE函数 OK 那 旧版的话呢 并没有这两个 叫Xlookup 跟Xmatch 那 这两个函数的话 其实也是蛮好用的 不过 会有个问题啦 就是说你一定要是2016以后的版本 才有这两个函数 所以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啦 当然如果你身边的电脑都已经是最新版 那真没问题 可是 如果你不是最新版 那就会有问题了 OK 那当然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呢 就是VILLE函数只能查第一栏 可是Xlookup 就可以查很多其他栏 其实功能更强大 但是 一定要新版 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那我们用VILLE函数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他会问你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说 Lookup value 你要查什么 我要查108 所以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第二的话呢 Table Table就是一个对照表格 那这个表格一般习惯我 我按F3 那因为我要查的是单位 所以呢你就是 跟他讲说 因为我们之前有 已经有定义一个名称 叫单位按确定 那只是说你想说 老师那这个单位里面的那个表格内容我不太知道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看得到 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先把游标先点第三个文字方块 然后我会再点回第二个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点回第二个之后的话 其实他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这个单位的位置 显示在左边的部分 那你会发现这个表格就是这样 这个Table呢 基本上的话第一栏就是他的编号 基本上就是这个 我们去查一定是查第一栏 那再来的话呢 第三个问题是ColorIndex Number 这个意思说 那请问一下如果我查第一栏 那你要把Col是栏的意思 Col是Col Index是哪一个 所以哪一个位置 那基本上呢 因为只有两栏 那基本上我们是要第二栏 所以这里请你输入2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查到108 请你把同一列的第二栏资料 带到哪里呢 带到我们要的位置 OK就带回来 那第四个问题的话 所以这边就输入2 我要第二栏的资料 那Range Lookup 是什么 那我要如果 要不要完全精确呢 OK 我跟你讲 要不要找接近的东西 那如果说呢 如果你要找接近的话 你就输入1 如果你要找完全一样的话 就输入0 因为我要找完全一样 所以输入0就可以了 OK 底下有说明 OK 那当然你也可以打这个FORCE 好吗 特别注意喔 FORCE你打在这里也可以 OK 那你想说为什么要打0 其实在Sale或者在程序里面 其实基本上FORCE就是代表0 那为什么 我的习惯为什么喜欢输0 很简单嘛 因为你打个0 就一个字而已 一个字 但如果你打FORCE 要打5个字 OK 所以当然理论上我比较习惯 如果以后FORCE的话 那输入0 那如果输入1的话就True OK 1就是True 0就是FORCE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True跟FORCE 其实就开关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们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特别注意 有些开关 像一些热水器 还什么的 他这边会输入0 跟1 好像我记得 他就标0 这样子 那你就会看 这个0就是关 就FORCE 1的话就开 OK 所以其实概念是一样的 OK 所以这里的话 我意思说我不要 一定要帮我找到完全一样的东西 那如果找不到的话 你告诉我找不到就好 找不到就 N-NA 有个NOT AVAILABLE 就是他会出现错误讯息 好 那我们做完就按确定 那就把 这一栏全部下拉 就可以找到我们要的 再来的话 主别 主别刚好 主别的话 他是ABCDE 也就是说在第几个字 1 2 3 4 5 6 第七个字 所以呢 我可以怎么 一样用那个 最近使用过我的MID 然后呢 文字 编号里面找第七个 所以第七个字要几个字 一个字 找到A OK 第一段 一样吧 一样的方法就是把这个减下来 不包含等号 再插入到V乳函数里面去找 找什么呢 找这个东西 找A 去哪边找 一样F3 找到这个东西叫主别 所以你就找主别里面 那如果你不知道主别里面 这个表格长什么样子 你可以把游标点下来 再点上去 OK 就这样 第一栏 那我要查的一定是第二栏 因为只有两栏 然后呢 不要完全一样 要 OK 那你就输入0 0的话就是一定严格的查询 按确定 然后呢 然后向下填满 这OK了 升等的话呢 刚好在第一个字 所以呢 我们其实用Labs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里的话呢 当然你用Mid也可以啦 ZoneMid其实 会 那个参数会多一个啦 所以理论上我们用精确一点的Labs 然后前面 这个文字里面的第一个字 一个字就可以了 左边算过来第一个字 请特别注意 一样 会有个问题 就是取得Labs的话 一定是文字 前后我有双一号 按确定 好 那一样哦 我们把这个 减下之后呢 再插入那个 我们最近使用过的 V环数 然后 贴上 就是查这个 那 特别注意 TableArray的话 就升等 所以F3 升等 那升等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 1234 4 那我们刚刚是1 不过呢 那我要查第二 假设啦 我现在输入2 输入0 跟刚刚一样 按确定之后的话 看起来好像一样 不过你会发现呢 最后得到的结果是 叫做Nut 这个是紧 就是错误嘛 N就是Nut A的话就是Available 意思是找不到的意思 嗯 想说为什么会找不到呢 一般习惯哦 油标放上去再插入一下函数 它要跳出来了 那请各位仔细观察一下 最大的问题应该在哪里 其实 我们要查的是这个 然后呢 你会发现对照表里面的这个 诶 有没有发现 其实如果你仔细看 就会看到那个最大最大的问题 那这个也是 一般工作上很常很常发生的 因为 之前有蛮多同学 比如说Email问我问题 其实我一看 大部分都是资料形态问 因为呢 你得到的资料形态是文字 但是呢 你的那个什么 Table里面的那个第一栏是数字 所以呢 如果你这样子 两边一定不会match 意思就是说 这个1啊 一定是不会等于这个1 这个是文字1 这个是数 两边一定是不match 除非说呢 你把这边的1怎么样 把它变成 转成什么 转成这个1 那如果你要转的话 前面我们有讲过 就是怎么样 在这个的外面包一个value 所以哦 这个地方我们前面有用过value 这个很重要 因为其实我发现 如果你不会用value的话 你很多地方 就会发生错误了 ok 然后慢慢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1 目前就等于这个1 那这样底下都不动哦 只有加一个value 前刮斧跟value 或刮斧 按确定之后的话 本来是not available 这个就ok了 向下填满 那我们就完成了 第一个阶段 就是bde的 根据编号去查出 它的单位 主别升等 另外的话呢 再来 其实到这个都一样 这个的话是 把它的什么呢 它的这个等级 应该是烤鸡 烤平 把它怎么样 转成级之后 再相加除以3 或average都可以了 那我用相加好了 就比较简单 一样的话呢 拿什么 所以哦 一样这个地方 帮我查 查这个是几分 那一样我们用value函数 这个就不需要切了 然后呢 我们要查这个 这个资料 去哪边查 f3 其实不外乎就烤鸡啦 不外乎烤平 我印象中好像是烤鸡吧 如果不对的话再改 没关系 对烤鸡 是央夹矣 然后呢 abcd的话是烤平 ok 那我们要的是第二栏 的成绩 那一定要完全一样 输入0 ok那你会发现85分 可是我们会需要 这个加这个加这个 除以3 所以呢我们可以怎么做 如果你不想要从 我是比较习惯这样 就是把这个公式复制 不包含等号 直接在中间 再加一个加号 贴上就可以了 直接把什么呢 把f3 改成这个什么 g3 这样就ok了 再加 这个 再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把这个f3 把这个f3 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h3 那烤鸡的话 烤鸡的话 记得把它改成烤平 烤平 烤平 它会自己出现 烤平等级 好 那 将加之后 记得喔 因为要先加 所以先刮虎 前刮虎 后刮虎 再除以3 意思是说 先加完三个之后 再除以3 这样的话呢 就是他们三个成绩的平均 ok 85.0 取到小数很低位 向下填满 那这个比试的部分的话 就是什么 等于 这个公式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成绩 成上上面的0.3 所以成 30% 就0.3 或者你打30%也可以 然后呢 90分 成上 0.7 好 那这样就是他的比试成绩的 打勾 ok 这个成0.3 这个成0.7 那向下填满 那合计的话呢 一样的道理 这等于什么 这个成绩 60% 乘0.6 加 这个成绩 乘0.4 ok 好 打个勾 向下填满 那再来就是排名次 名次的话 前面我没有讲过嘛 就是 用Rank函数 不过我建议 你可以把 这个合计的范围 先 先把它怎么样 先定义一个名称 不不 算了 不定 不定义的话呢 我们就插入函数 因为如果定义的话 假设我跨工作表会出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我就不定义 那用什么呢 统计类里面的Rank 这个 Rank.eq 这个 Rank.eq 然后呢 我们 它的成绩 它的整个范围 所以这个 Ctrl Shift 向下 ok 记得哦 把Ref这个范围 按F4 建议是按两下 就是 把3跟40 前面加前的符号 意思是这个范围不动 它目前的成绩 在 这一个 范围里面呢 排在地起名 那如果分数越高的 排在前面的话 那就是 D- 就0或省略 我们用省略好了 然后 如果是D增的话 就是1 ok 一般是0跟1 ok好 那慢慢确定就可以了 然后呢 向下填满 基本上 明次 就完成了 但是呢 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待会有个问题 如果今天 连 那个什么呢 领主 办事员 跟助理员呢 我都很希望说 一次就可以帮我 全部完成的话 那当然呢 几个方法啦 你可以 套工 公司 在套工 但是还是很慢 所以我建议 如果你这个写完 你可以想想看 再把它变VBA 只是说你要把它变VBA的话 还要想到说 跨工作表的VBA 那怎么样 它可以切过来 切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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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切回去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待会我们再来 看那个 怎么样把它转成VBA 然后再来就想到 怎么样再把它跨工作表 OK 那请各位 试试看 来